只有玉帝王母才能享用的盘桃 突然自天上吊到人间 一共七颗 一颗被狐狸吃了 变成了一个美女 一颗被蝉雏吃掉 变成了一个浑身发绿的家伙 剩下的五个则 纷纷被老鼠 白马 猿猴 老鹰 和一只妖龙吃掉 得到了盘桃之后 他们纷纷都法力大增 化作人形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奇幻片 《梅山收七妖》 原本安详平静的天宫 却突然地动山摇 原来又是那哪吒三太子在作乱 他因为口渴 所以私自晃动盘桃树 八个盘桃 七个落在人间 只剩下一个还被他自己吃了 哪吒吃下盘桃后 双眼放出金光 瞬间功力大增 一掌可批石断金 可这盘桃树 却是他父亲李静所看管 将来要献给王母娘娘的 李静愤怒地想要教训哪吒一番 可这时却天色突变 原来玉帝已经察觉 盘桃失落 随即派遣天兵天将前来 则令李静下凡将盘桃寻回 而哪吒为了挽回自己的过错 则主动紧迎下凡 他的两个哥哥也因为担心弟弟 主动跟下凡间 而此时吃下盘桃的妖怪们 各自想着方法修炼法术 最快的途径 当然是吸神精气 于是狐狸和蝉蝠两只妖怪 很快便盯上了一对情侣 两个妖怪决定一妖一个 蝉蝠率先变成了男子的模样 将那名女子带到了一个屁镜处 就要吃了她的惊气 可女子却连忙挣脱 蝉蝠当即大怒献出原形 直接将它变成了一棵树 而狐妖也变换成了女子的模样 来引诱那名男子 男子则很快中招 直接被吸干了惊气 变成了一块石头 其他的妖怪们也不甘落后 殷侯随即吸人精血 让自己变得更加美丽动人 发现村民不见了的人们 连忙上山去寻找 可却遇到了一座 从来没有见过的桥 对面还有两只硕大的灯笼 有见多识广的人则一眼认出 这怕是什么妖怪的舌头所变 于是所有人当即射出一箭 果然听到了妖怪的怒吼 舌头做成的桥随即收起 村民们一箭纷纷逃窜 而这桥正是妖龙所划 他挥舞着伙伴来到村庄 却发现各家各户 都贴着金光闪闪的八卦图 让他无法进身 妖龙怒不可遏 直接划出原形 口吐烈火将村子烧成了一片红海 而老鹰则直接叼取村民的孩子 飞向天空 幸好的是 这次被哪吒及时发现 他射出一箭 随后飞向空中救下孩子 而三个人也发现 这样寻找十分的耽误时间 于是三人决定分开寻找 哪吒走了一段路 便遇见了一队人 正在抬着一名女子 前往白马寺 于是哪吒便化成了一名少女 代替那名女子 被送到白马寺 而白马看见少女 正在欣喜之余 却只见少女 直接变成了哪吒 白马随即大怒 两人随即开打 从屋内打到屋外 这白马岂是哪吒的对手 于是他顺势飞向空中 吐出冰雪 却还是被哪吒打倒在地 最终被他消灭 随后他又遇到了第二个妖怪 这只老鼠也按捺不住恶行 跑到了街上哄骗人类的小孩 随后背着孩子就跑 可谁知这孩子正是哪吒变的 哪吒变成一块巨石 直接将他压倒在地 老鼠拼命向他求饶 可哪吒又怎么能放过他 于是直接将他变成了一个石像 镇压在这里 而此时哪吒的大哥也有一番奇遇 他遇到了许多迷你的女子 他们邀请大哥去洞里一坐 大哥竟然真的去了 可这竟是狐狸的骗术 他直接将大哥抓了起来 而蝉除则变成了大哥的样子 故意和二哥相遇 想要趁他不备取他的性命 这时哪吒却猛地跳出来 将蝉除打飞 蝉除也随即藏匿在了井里 可还是被哪吒发现 哪吒将颈变成了一口坛子 随后一掌便将坛子和蝉除一同消灭 并将被变成树中的女子恢复原样 随后他来到了狐狸的洞府 变成了一个猎户的样子 故意引狐狸上钩 然后用狐狸变成一个老夫人 最后用真火将狐狸烧成一块焦炭 顺利地救出了大哥 而被狐狸变成十块的人 也随即恢复了原样 眼见已经消除了四个妖怪 哪吒便让两位哥哥先回到天宫 自己则继续寻找妖怪 而此时仅剩下老鹰 妖龙和猿猴 三名妖怪也紧急聚在一起 让他该怎么样对付哪吒 随时深宫暴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为妖怪们出了一计 但前提则是要求妖怪们 去帮助解决江子牙 而神宫暴的计策果然好用 猿猴成功地抓住了哪吒 哪吒看着眼前的烈火 却怎么都挣扎不了 这时他的护心镜突然掉落 里面竟然映出了天宫的影子 他看到父亲正在因为自己的过时 而被天兵天境抓住 不由的悲愤至极 突然猛地震吞了铁链 猿猴见状连猛逃走 可还是命绝于乾坤圈之下 而一群妖怪随即赶来 将哪吒团团围住 正当这时 二郎神突然出现 他让哪吒前去帮助江子牙 自己在这里牵制这些妖怪 此时老鹰和妖龙正制造洪水 企图湮灭江子牙的船只 哪吒即使赶来 几下便解决了老鹰 而面对实力强劲的妖龙 他则幻化出三头六臂 一起攻上前去 对妖龙造成重创 最后他骑在妖龙身上 成功地将妖龙降服 而此时 二郎神正在和妖怪们 僵持在一起 哪吒则前来助阵 二人随即一起消灭了妖怪 所有的事情终于结束 而玉帝也看在哪吒 想要有功 不再追究他丢弃盘桃之责 故事到此结束